在韩国有这样一个富二代 吃饭时因为一句玩笑话 他直接把冰块塞进了女孩的衣服里 又把食物扣在另一个女明星脸上 两个女人也只能忍气吞声 打拳时不许陪练反击 肆意殴打 直到把对方的脚踝掰断 他才肯作罢 这一切仅仅是因为他叫赵公子 赵哲是一个警察老手 招捕罪犯经常不按常理出牌 根本不管别人受得了受不了 最后打到对方老大 直接吵着要叫律师 要告他暴力执法 盗哲也不惯着他 直接拿出一个打火机 把额头这么一划 再拿出钢管 沾了沾流出的血 最后把钢管递到对方手中 真惨哪 老大被揍的跪在地上求饶 在盗哲进一步的追问下 老大很快就交代出了幕后主使 俄罗斯帮派的交易地点 于是盗哲准备顺藤摸瓜 把他们一网打尽 路上盗哲和货车司机老培 聊得挺不错 别看老培笑得挺开心 但其实他已经好久没有拿到工资了 到地方后 盗哲给了老培一张名片 告诉他有事可以给他打电话 晚上盗哲带领队友 成功把走私团伙一网打尽 事后盗哲受朋友邀请来参加聚会 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 一看是陌生号码 盗哲就没有接 原来是老培打来的 今晚他找上司要工资 又没要到 所以才给盗哲打了电话 此时的盗哲在包厢里 看着赵公子欺负两个女孩 只留下了一句 你千万别犯罪 就匆匆离去 而另一边 与是讨薪失败的老培 带着儿子在公司门口 拉起了条幅 而这一幕正好被赵公子看到 于是父子俩就被带到了办公室 赵公子何许人也 肯定不会那么痛快的给钱 他拿出两副拳击手套 分别给了包公头和老培 又是一吹长物关掉监控 宅心人后的老培 自然不会动手 但包公头可不会坐以待毙 包公头戴上拳套 对着老培 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由于害怕 老培的牙齿被打掉 吹长物往他的嘴里塞了卫生纸 赵公子按住男孩的脑袋 让他亲眼目睹了 父亲被打的全过程 虽然最后 赵公子给他结清了工资 但老培觉得 在儿子面前丢人了 于是 他选择了跳楼自杀 另一边 道哲也接到了男孩打来的电话 急忙赶到了医院 看着老培给妻子发的诀别短信 加上当时 整栋大楼的监控正在检凶 直觉告诉他 事情不会这么简单 道哲赶紧找到 老培的儿子了解情况 男孩告诉他 父亲跳楼之前 曾遭到殴打 让道哲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随后 他独自一人 来到赵公子的公司了解情况 却被吹长物 带着一群保安栏下 等道哲再次来到医院 却看到吹长物 拿着一张支票 正在和老培的妻子谈判 道哲立刻冲上去 吹长物却对他说 不要多管闲事 道哲刚想和他理论 吹长物却静止离开 同时劝他放弃这个案子 但道哲哪里肯听 毕竟 电梯战神的名号 也不是白来的 另一边 赵公子调查道哲时发现 道哲正在为房贷发愁 于是 让吹长物拿着十亿含元 找到了道哲的妻子 但妻子拒绝了 事后 妻子来到警局 对道哲一顿数落 道哲虽然比较疼爱妻子 但也受不了这种侮辱 他找到赵公子 希望他可以道歉 赵公子毕竟是大人物 哪里会道歉 随即 赵公子让吹长物找到包工头 安排他找人做掉道哲 答应会给一笔钱 帮助他跑路 但这帮小楼落 哪里是电梯战神的对手 很快 就被道哲收拾干净 另一边 赵公子的老爸 得知了儿子的所作所为后 又不舍得打 吹长物只能趴着 带赵公子受过 有个这样丑孩子的爹 也难怪 赵公子会这样嚣张跋扈 这老小子 刚打完吹长物 就听说 给他一笔钱 让他去帮儿子顶罪 吹长物来到警局自首 想要揽下所有罪行 此时的道哲 也在老培妻子那里了解到 老培从不发短信 道哲一听 当即查看了老培的通话记录 发现 老培是先拨打的求救电话 后给妻子发的短信 道哲明白了 这说明 老培被打后不服 回去找赵公子理论 赵公子失手把老培 打成了重伤 为了消灭证据 赵公子让手下 把老培伪装成了自杀 想清楚这一切后 道哲准备抓捕赵公子 却意外得知 赵公子想要前逃出境 道哲当机立断 带着神情小队 立刻前去抓捕 赵公子先是撞翻了一名警察 然后不顾路人的死活 一路横冲直撞 道哲骑上摩托车 紧忙追赶 一个漂移 把摩托车 甩进赵公子的车里 赵公子的车 当场被逼停 下车后 赵公子对着道哲一顿毒打 道哲没有还手 因为只要还手 就会被摄像头记录 会被说成暴力执法 道哲被打得摔在地上 赵公子刚想离开 却被一个熟悉的面孔阻拦 不过还好 马哥被媳妇拉走了 这时 道哲也站了起来 还是那一招 你们都看到了 他袭警 这就不能怪我了 到底电梯战神 还是年纪大了 不过虽然没打过 但道哲 用尽最后的一点力气 把赵公子 和自己靠在了一起 故事最后 赵公子因故意杀人罪 锅铛入狱 重伤昏迷的老裴 也在病房里苏醒 还是那句话 正义可能会迟到 但永远不会缺席 因为善恶到头 终有报 好